欢迎各位亦有全面进场 在这一节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本港的最新情况 话说在上水的古洞村烟寮区 本来就有一间占地几十尺的土地庙 而且在上个月尾的时候才是修辑完成 但是在今个月初原来就已经是遭到了政府的强策 整件事就引来了很多村民的不满 就认为特区政府为什么连一个传统的信仰都容不下呢? 其在,整件事其实发展至今已经有一个礼拜时间了 但是只有极少数的媒体报道这件事而已 好了,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就要呼吁各位益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其实在这间被拆除了的土地庙上边 本来就有一块石碑 上边就写着 功力2021年岁次新丑 3月26吉立 很明显 就是说在新历的3月26号 这个古洞村土地庙才修辑完成 于是乎就要立块石碑在树 将所有善长仁庸的名号 记录起来 另外凡亲有参与过整件事的筹备工作的善讯 也有把名号刻下了 一般来说 传统凡亲的宗教场所 有修辑都会这样有一个做法 这个是很普遍的 石碑上所写的3月26号 应该是新历来的 因为旧历3月26号 到今天都未曾到 3月26号就立了一块石碑 在Facebook上有些图片显示 古洞土地庙的安神进火庆典 就在3月29号的时候 就举办的 当日有数百名的善讯 就去到了古洞村的烟寮区那处 参加这个仪式 表达对土地工的感恩之心 祈求封条语讯 五谷丰收 谁知道这个庆典还未满月 在4月8号的时候 地政总署就派出了一些工程人员 将整间土地庙 连根拔起地拆走了 很多村民都说 对于拆庙这件事 事前 是毫不知情的 感到非常之震惊 更加认为 政府的做法 是从来都未曾重视 乡村的传统信仰文化 实际现在对于人的基本尊重 都没什么 更何况说什么传统信仰文化 地政总署在回复媒体查询的时候就说 他们的辽屋管制办事处 在今年3月初就接获投诉 说在上水鼓洞近 EA2146登署的政府土地上 有非法扣植物 而辽管署人员在视察的时候 就发现到 这一块土地上 是有一间土地庙 和一块石碑 属于政府土地上的 为例扣植物 于是地政总署 就在3月17号发出了通告 要求佔用人 要在3月24号之前 停止不合法佔用政府土地 另外在3月26号 地政总署的人员就再发现得到 这块土地仍然是被佔用 故此在4月8号 采取执法行动 并且移除了 这个土地庙 和石碑 只是名替眼眉 因为人家3月26号 刚刚立石碑 4月8号就拆走了 前后 都不够两个星期的时间 这件事当然 引起了很多村民的质疑 有些又不满 因为这一间土地庙 其实 早在这个所谓 烟疗区出现之前 已经是存在的 历史都相当悠久 起码超过了半个世纪 但是现在一下子 收到投诉 就是要拆走了 其实这个决定 当然是不尋常 尤其是在现在 社会这么紧张的 氛围下 竟然 这个地政总署 就可以这样 雷厉风行 都完全 不需要担心 那些村民的 反弹 或者是一些 不满的情绪 就将整间 刚刚收纷好的 妙语 和石碑 连根拔起 拆走 大家想象一下 地政总署 在3月初 才收到投诉 在4月8日 已经是清策完成 这个 忽然之间 非常有效率的 一个行动 来的 跟以往的作风 很不同 没有再探慢版 而今次的 清策行动之后 大家也看不到 在那些 乡村的办事人 有什么重大的反对声音 反而 有不少的村民 为着 行动感到惋惜 而且这件事 在网上 先发酵 后来 HK01 有报导 但是我找找其他 本地媒体 对于这件事 都没有一个着脈 我就觉得很奇怪 究竟当局是否想借着这件事 试试水温 因为这条村 古洞村 我查过了 他不是原居民村 他们选村代表的时候 都是只有居民代表 是不是想试试 先在 非原居民村 下手 看看到底 究竟那些村民的情绪 或者是反应 会有多热烈 如果 还是没什么反应的时候 会不会凭借着这个经验 又会进一步在其他方面 动手 那就不知道 以往 林郑做发展局局长的时候 他就曾经 想 在新界的 乡村 取缓 那些 潜建物 当然 当时 惹来了一个 很强烈的反弹 到现在 已经是不了了之 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时间 当时 就说 最后 叫你那些乡村 自愿登记 后来就没有再搞下去 在这家古董土地庙清拆之前 有些工作人员 将整间庙用铁丝网来围封 而且在庙的地下 就用红色的喷漆 喷了 代策 两个大字 这个也颇具有中国特色的 因为大陆那些屋 凡是在拆之前 就会 噴一个大字拆 然后有个圆圈 这个就写着代策 也有些中国特色在 而在4月8日 当局就派遣了一架掉臂车 将整间古董土地庙 绑住了 去强行拆走 到底 为什么当局 明知道这间庙 在3月26日才修辑完成 但是仍然会在4月8日 进行这个 执法行动 究竟事前 局方有没有跟 当地的村民进行任何的沟通 又或者在这件事之前 到底村代表知不知道这件事的发生 看怕村民就应该是不知道的 整件事就变得很诡异 究竟是不是当局要明替那帮香薪的眼眉 因为你刚刚才修辑完成 而在土地庙那块石碑上 其实就黑有了古洞川烟区 重修土地庙筹备委员会那些 成员 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顾问 苏西智 他是何许人 他就是 长年担任北区区议会主席 在2019年之前 他也是民建联成员 他是担任顾问的 现在不够两个礼拜 就将整间庙策了 但岂不是很不给面 当然现在新界东北新市镇发展计划 就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 政府就会逐步收地 以及清拆 在发展区里面的建筑 究竟是不是 要解决房屋问题 现在就要放在首要的位置 于是 就算是 有什么民间信仰 或者有什么构筑物 全部都要让路 古洞村的村民周生 就透露 说民间关于烟寮区的历史记载不是很多 而在一棵苦恋树底下而兴建的土地庙 过去六七十年以来 一直都是那些村民和善信拜祭土地工的地方 自从新班车径开通以来 更吸引了不少外区人前往参拜 他还说 早前在善信的捐助下 他们就为这座土地庙进行了修辑 并且专程从台湾订制了组件 用作修辑土地庙 周生就质疑 政府部门的处事手法一向都是官僚 其他清拆新界屋宇 潜建物 或者其他非法扣建物的时候 都会是碳盲板 为什么唯独是拆这个古洞庙 就要特事特办 先贴一张纸来违封 短时间之内就要求他们搬庙 他就说太短时间了 搬屋都难了 何况是搬庙 他说政府做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效率 他还说 在欠缺了解 咨询和沟通之下 为什么要急于一旦就拆了庙 他还说 外奸以及部分村民 都以为在新界东北发展的敏感时期 他们去收集土地庙 是想趁机屈钱 但是他就辩解 说善信和村民的诉求 从来都只是想找个地方拜神 他就强调不是要搞大件事 每个人拜神想祈求的东西都不同 作为一间庙 当然就希望可以原子保留 他就辩解 就说不是想趁机屈钱 但是现在政府先下手为强 就算想屈钱都没机会 肯定没得赔偿 因为他已经贴了通告 在一个月之内 就拆了整间苗帘 石碑 全部都掃清了 这件事是否可以预见得到 在这个发展区里面 如果在政府土地上 是有其他非法扣捉物的话 政府都会用一种这么高的办事效率来处理 那就有待观察 这一节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